肖战新年深获新身份 成为社交平台兔年豪彩官 众所周知 肖战作为一名优秀的正能量偶像 他是非常受大众以及各大平台喜爱的 甚至在很多的重要节日里 肖战不仅会为大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也会深获新身份 从世界读书日成为短视频平台师各领读人 再到灯午节成为社交平台节日陪放官等等 都早已认证了这一点 当然在其他节日收获新身份后 肖战再迎来兔年这个重要时刻 自然也会再次收获新身份 而这次的新身份则是社交平台的兔年豪彩官 兔年豪彩官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寓意的新身份 因为这一位肖战不仅会在这一年中迎来好运 让自己的事业持续上升 也会给所有喜爱他的人带来好运 让大家在新一年中万事如意 而肖战能拥有这个新身份 绝对称得上是他优质的又一次认证 因为只要稍微了解过肖战的人们都知道 肖战是一位非常优秀 人品也非常好的偶像 从初到至今 他除了用言行验证了自己那刻在骨子里的素养外 也一直都在引导着所有喜爱他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引导大家成为更好的自己 并为大家带来向上 向好的力量可以说是肖战一直以来的坚持 不管是之前为大家送上的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祝福 还是此次兔年好彩官的新身份 毫无疑问 都是肖战传递良好祝愿的一个最真实写照 另外 肖战作为兔年好彩官 也称得上是新的一年越来的开门红 而这也预示了一点 那就是肖战这位身受社交平台 以及官方大众喜爱的优秀青年 在兔年之际不仅会收获到更多的认可 也必然会收获到更多的支持 诚然肖战所代表的是我们新一代偶像的分采 他受到了一致的认可 其实也是再次说明 优秀的人除了能被无数大众喜爱外 也能受到官媒以及各大平台的喜爱 肖战